什么?距离总决赛还有一天,凯尔特人又搞盘外招了 今日海外网友爆料 在波士顿街头陆续出现了贩卖应有东窃棋垃圾英文字样的短题 并且销售情况非常可观 这一度让不少球迷们纷纷表示 凯尔特人又开始操作盘外招了 并且,这种在服装上印尽文字来激怒客队球星的套路 早在2022年,凯尔特人和勇士的总决赛期间就曾经上演过 当时,波士顿的一家餐厅为了招揽生意 在自家餐厅门口摆出了一块招牌 上面写着艾莎不会做饭 众所周知,艾莎库里就是勇士当家人史蒂芬库里的妻子 她不仅是一位大众熟知的美食节目大咖 还在经营四人餐厅的同时 创办了一档美食类综艺节目和出版独家菜谱 所以波士顿这家餐厅打出的标语 很显然是在向库里的妻子发出嘲讽 只不过,这场盘外招虽然成功激怒了库里 但也导致绿军在随后的总决赛中 被开启户七狂魔模式的小学生彻底打包 事实上,波士顿的盘外招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 最早还得追溯到红衣主教奥尔巴赫时代 据说卡尔特人主场拼街式的地板上 都会存有明显的固定点 奥尔巴赫不仅熟知这些固定点的位置 还会利用这些凹凸不平的地方 在对手身上占到便宜 而在2017年卡尔特人和公牛的季后赛中 当时效率于公牛队的韦德 就从公开抱怨绿军主场更衣室的淋浴间里 根本就没有热水 如此看来 卡尔特人一次又一次的盘外招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不过 面对进攻能力堪称恐怖的东欧组合 这些波士顿街头的店家们 真的有必要再去激怒东借奇吗 别挥头让自己的主队又被对面球星给打爆了